Hello大家好,欢迎来到简科技,我是简哥,一个专注于不标准普通话的科技解说 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应用,就是能将你的应用隐藏起来 比如像这样的,大家可以看到,我的桌面全是英文字母 而我们的应用就藏在这些字母之中 比如我们打开手机的设置,那么我们只要点击这里的字母S 这种设置方式也很简单 首先我们在微信这里点击搜一搜,在这里输入简科技 点击进入之后,我们在这里回复数字4117可获取 为之后我们复制到浏览器中打开下载 下载完成之后就是这样的界面了 我们长按桌面,这里还能对壁纸和字母进行设置 比如界面字母的颜色,背景,色彩,大小等等 这些大家可以根据这些要求来进行选择 如果我们想退出这个模式,那么我们点击主菜单就可以了 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试一下 好了本期视频分享就到这里 更多精彩内容记得点击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